由此在外打拼最怀念的总是那股家乡味 在新竹有一家传承超过一夹子的牛肉面店 甘甜独特的牛骨高汤搭配Q弹系面 再加上特别选用肉质鲜嫩的澳洲进口牛 吃起来带有一点点筋的Q度 口感很有层次 不能错过的还有最道地的外神卤菜 咸香入味的大肠 牛肚 鸭翅等 满满都是妈妈的味道 因为他们用的是老卤 是从第一代奶奶时期就流传下来的 很多客人一吃就是几十年 这一家是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那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面跟这个卤味 特别特别的经典好吃 很有名 你好 要什么这一家 来 这是哪一组的 你们几位 有位子吗 来这边好吗 每到用餐时段 这间传承了一夹子的 老之号牛肉面店 总是座无虚席 到正常吃饭时间 非常紧 进不来 所以我们都提前来 到十一点到这样子 早吃 然后吃完就打包 想要吃到非常不容易 假日来的话 可能排队都排不到吃 要等好几个小时 正因为这里的牛肉面汤头 跟别家很不一样 所以即使2007年眷村改建 老店被迫从新竹的空军五村 搬到现在的新店面 人就有不少四中老主顾 经紧跟随 我们常来吃 我们已经吃了 在这里吃了三十年了 我们从本来住在新竹 是来这里吃 然后一直后来搬到竹北 还是来这里吃 主要是熟客都知道 他们的招牌红烧牛肉 是第三代女儿 尖尾提供特别选用的 澳洲进口牛腱肉 老妈妈他们第二代 他们在做的时候呢 是用别的部位 后来我因为觉得 牛腱肉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还有就是 它呈现出来的大小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刚好 它这个花腱子 就是肉里面都是一圈一圈的嘛 油脂跟它都一起的 所以很好吃 而且你那个肉 过了那个牛油吃起来 客人吃起来比较润滑 不会那么柴 光是一天要用的牛腱肉 就超过四十斤 牛大骨的用量更大 一次得较160斤 老板娘说 他们的汤头会如此甘甜清香 全是因为加了亲自熬煮的 牛大骨高汤 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 牛肉才能达到软嫩的境界 接着加入米酒 盐 白糖 酱油等调味料 但说也奇怪 如此简单的配方 竟让客人赞不绝口 这汤头真的没有添加福建奶奶 留下来的祖传秘方吗 这个配方真的很简单 只有甜咸的味道 加上酱跟八角就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红烧是不辣的 我没有加用一根辣椒 只会有辣辣的感觉 微微的是这样 不再就没有了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吃 转嫩入味的牛肉 咸香中味点甘甜 特制的细面条 吸附了饱满汤汁 若是喜欢吃牛肉干面的 店家还会贴心的附上一碗 清爽顺口的牛肉汤 牛肉做的呀 不会像我们吃起来烂烂的 它做起来咬劲 油咬劲 而且吃起来很香 更让人垂涎三尺的 还有这十四种外神卤菜 我觉得最好吃的翅膀 牛肉啊 牛肚啊 卤蛋啊 豆干 都非常好吃 它就是味道很简单 很淡 很清淡 简单 这新竹它的卤味是出名 真的内行人啊 吃过的人 外先是吃过的人 包括我老家在宜兰的亲人 吃过都非常地想念它这个味道 用地带福建奶奶传承下来的老卤 卤制出来的大肠香Q不油腻 二代老板结强说 母亲在世时最要求的 就是味道和颜色得一模一样 加了酱油 味道就不一样 为什么要加水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卤了两三次 这一锅 同样一锅 如果两三次时间走了 颜色会变深 我们加水 味道 绝对不会加酱油 年过七十 接强的体力大不如前 但他仍旧坚持 每天卤出来的卤味 都得先通过趴这一关 就搓下去以后 刚刚好 如果说一搓下去 太软的话 就很容易插进去就不行 这个就是要凭经验 有 我有问他说 那炉菜这样子 有过关了吗 他就帮我比了两个赞 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想我应该就是 可以继续说下去了 他那一关就过了 有得到肯定的 是 原本在美国生活的街尾亭 从来没有想过 这辈子会回家乡卖面 直到有一回 父亲累到病倒了 他这才惊觉 自己或许该代替爸爸 守住奶奶的家乡味 从小时就是奶奶包带大 边做生意边照顾我 我跟妹妹两个人 对啊 那那时候 爸爸因为身体不好 我们就休息 我后来觉得真的很可惜 这个事业就这样子 就没有了 这个味道就消失了 就很可惜 所以我想要把 其实奶奶这个味道 演示下去 因为以前我们眷村嘛 空军人都穷嘛 大家就买一些猪头肉啊 一些东西回来自己卤 过年才有哦 平常都没有的 然后就会自己做 那现在后来 慢慢慢慢老人家了嘛 也都没有怎么做了 年轻人就想说 来吃吃看 这就是有一点妈妈的味道 刚卤好的鸭蛋 呈现金黄色泽 光看就让人食指大动 入味的鸭翅 口感Q弹 不会太硬 它的小菜呢 很入味 价钱也可爱更新 它的猪脚很好吃 还有卤蛋也很入味 品尝面食 搭配卤菜最对味 尤其是卤到透嫩的牛筋 还有咸香够味的牛肚 切得薄片的牛腱肉 带有一点点筋的Q度 口感很有层次 我比较介绍人家说 就是你佐料放点醋 放点辣油 然后葱花香菜拌进去 你占那个吃啊 这个醋我吃那么多醋 这个山中醋 真的是 我觉得很对我味道 而且配我们的滷菜 也是一决 如果不吃牛肉 还有早期卷存飞观发明的 豚骨糖肠面可以选择 吸附汤汁的滑溜面条 或者搅进食煮的大肠 滋味鲜美 它的风味你吃了之后会回味 还会想要再来吃这样子 包括我自己的 已经到了孙子辈的了 他们也是从小在这边吃 长大到了国外去 或是说从国外回来什么 他们也是第一个 就想要这个口味 就会要来吃这样 一碗看来 简单平实的牛肉面 有着1949年 新移民来谈生根的故事 这份外省古早味 不仅走过一甲子的历史 更成为新竹在地人 难以忘怀的家乡味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油条吃法白白种 当您吃过油条包麻吉吗 高雄凤山这位老板大搞创意 把手工油条夹到酥脆后 铺上鲜奶做的麻吉 再搭配各种馅料 吃起来不油腻且口感独特 招牌薰鸡口味 现炒的洋葱草肉 包裹进油条和麻吉 口感辛香浓郁 咸甜的滋味 有够撒脆 而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 一掰开 麻吉牵出薄透的拉丝 里头的馅料 更是多到碗如土石崩落 充满浓浓的古早味 欢迎光临 小燕你好 你喜欢什么馆味的 这是薰鸡 下午三点一到 高雄凤山的这间小店才刚停业 早饮涌进大批人潮 大家上门的目的 为的就是这 诚意十足的油条包麻薯 独特的口感让客人们一吃就上瘾 我们也很常出去玩 但是也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对对对 然后它的油条跟外面 那种豆浆店的油条又不太一样 它没有什么油耗味 对 整体吃起来是很清爽的 吃完一个 我都在再包一个带回家 炸得酥酥蓬蓬的油条 有着淡淡奶香味 薄进Q弹麻薯 再撒上芝麻花生 或是烟熏鸡肉等 成功掳获客人的味蕾神经 油条跟麻糬这样搭配 就跟外面的挂包类似一样 但是它的主体又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吸引到我的地方 它的口味除了有甜的有咸的 今天要吃什么都可以 那外加就是它每个 之前礼拜三的时候 都会有特别限定口味 我会为了特别限定口味而来 让油条跟麻糬擦出火花的是他 53岁的王楠湛 他用鲜奶制作油条 且全程不加一滴水 成分很简单 面粉 然后牛奶 还有加一些树打 让它外皮比较酥脆一点点而已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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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